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前沿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关系 这一讲是第五讲 化学与生 病 死 这三个字的关系 我们从第五个字 生先说 所谓生就是生命的起点 在生命方面有哪些与化学相关的内容呢 在生命方面与化学相关的有生命化学 生物化学和仿生化学 很好 我们再回到这首歌 化学是你 化学是我 这一整段 父母生下 生下的你我 是化学过程的结果 你我 你我的消化系统是化学过程的场所 记忆和思统活动要借化学过程来描摹 即便你我的喜怒哀乐也是化学神出鬼没 也是化学物质的神出鬼没 足以显示化学跟我们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 从物质到精神是一个多种化学物质组成的 一直在进行的复杂的化学反应体系 涉及生命与化学相关的书籍 有生命的化学 生命的化学进化 所谓生命的化学就是运用化学原理 及方法研究生命现象 以及运动规律的这本科学 有生命化学基础 生命分析化学 化学与生命科学 灵与生命化学 生命的化学反应网络和作用 计算分子进化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生物化学 用化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命现象的学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动物生物化学 昆虫生物化学 医学生物化学 临床生物化学 运动生物化学 口腔生物化学 很多 刚才说的是生物化学 把这个词给打过来 化学生物学 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类 什么是化学生物学 研究生命过程中化学基础的这门科学 有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化学生物学跟生物化学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有化学生物学导论 化学生物学进展 化学生物学实验教程 生物物理化学 人体化学 化学基因组学 核干化学合成 组织化学和细胞化学 免疫细胞化学 血细胞化学染色 分子克隆等等 有生理化学 生理生化学 分子杂交理论与技术 微生物化学 高等真菌化学等等 精神化学 咱们前面也提到过 所谓精神化学 就是研究大脑活动给人体带来的变化 这样一门科学 相关的书 有 现在没有中文的书 都是英文的 精神化学 吸引力法则 精神化学 化学与人类的书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参考相关的书 仿生化学 分子仿生学 大分子的自组装 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声音网络 以及在化学中的应用 等等 这些都是跟生命有关的 涉及到化学的书 涉及到化学的书 第七个字 病 还看看这首歌 即使你我的身心健康 也是化学密码解锁 也是化学为生命密码解锁 这实际上 这实际上跟前面这个生啊 也有一定关系 那么在生病方面 有哪些 与化学相关的内容 在生病方面 其实很多生病 都是一种化学平衡的 那个失去 例如你缺少某种 那个必需的化学元素 嗯 然后就是 你得病的时候 治病 就关系到医药 医药就关系到医药化学 药品化学 嗯 然后就是在 你没有生病的时候 就要保健 很多保健品 都是化学品 嗯 很好 谢谢 俗话说 人吃无骨杂粮 难免不生病 对吧 那么这方面 与化学相关的内容 更密切 更密切 像北京大学王奎院士 编的 《医化学基础》这个书 嗯 类似的书 医学化学 医学化学实验 医用化学 医用化学实验 这里书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还有 医护化学 临床检验生物化学 是吧 还有免疫组织化学 还有免疫组织化学 人体生物化学 以及疾病 细胞凋亡的分子医学 分子诊断学 现在分子心血管 疾病 分子内分泌学 等等 在诊断方面 还有 X色线 摄影化学 以暗示技术 我们造胸透 做胸片 做CT 一 刚才提到化学 化学换服术 这实际上是 属于美容皮肤科的 这是一种实用技术 神经生物化学 针刺 针刺 症痛的神经化学基础 针刺 针刺 症痛 那么 怎么从分子层面上来进行解释 这是很多人关注并且非常恐怖的 新世纪癌症的化学预防与药物治疗 脑肿瘤的化学治疗 消化到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 小儿急性白血病化学治疗 抗癌药物的化学与药物原理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学 什么是化疗 所谓的化疗啊 就是化学治疗 用化学合成的药物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 那么如今呢 人们一提起化疗 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实际上这是对化疗的狭义理解所导致的 是吧 按照这个定义 大家看看 我们平常 只要吃药 合成的药 都符合这个定义吧 都可以成为化疗 那么现在呢 只不过呢就是把 治疗癌症的这个 吃的药 简单的成为化疗了 所以就造成了恐怖 实际上我们吃药就是化疗 用化学方法治疗 是吧 那么另外 还有一种 现在 治疗方法 就是放疗 用放射线 是吧 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 照射肿瘤 以抑制和沙面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么放疗 它的定义很明确 它是什么呢 照射肿瘤 治疗肿瘤的 是吧 所以化疗跟放疗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 刚才这位同学也提到了 在生病方面 那肯定要吃药 要治疗的话 有吃药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药物主要是有合成跟天然两大类 那么看 药物化学 很多药物都是化学工作者合成出来 有高中药物化学 选论 所谓药物化学呢 是利用化学的概念和方法 发现 确证 和开发药物 从分子水平上 研究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方式 和作用积累的这样一门学科 有药物化学原理 药物化学的全球展望 临床药物化学 创新药物化学 有机药物化学 你要到网上搜一下 关于药物化学的书 很多很多很多 现在药物化学也是 现在研究的热门 另外这方面还有医药化学 药用化学 化学制药工艺学 药物中边体化学 绿色医药物化学品 药物化学研究 与新药开发概论 等等 刚才我说的 药物有合成和天然两类 那么有中药 制药化学 中药化学 所谓中药化学 是一门结合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 运用化学原理和方法 来研究中药化学成分的这门学科 中药分子鉴定 中药复方化学与药理等等 还有 现代中药药成分化学 神奇的分子 药物是如何起作用的 等等 天然药物化学 所谓天然药物化学呢 是运用现代科学原理 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这一门科学 是吧 定义跟前面的中药化学有点类似 这样的书有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 天然药物化学研究 天然药物化学图解表 对药的化学药理与临成 还有很像 六味地黄汤 现代药理学与化学研究 药物分析化学等等 是吧 所以医要处处离不了化学 并且要以化学为基础 学习医学的 它的基础课必须学习化学 那么第八个字 也就是最后一个字 死 那么死能跟化学有什么关系啊 古人说 死者 人之忠也 也就是生命的终点或者是终止 中国关于死亡的表处有很多 啊 如 过世 去世了 长眠 做谷 牵谷 安息 世事 等等 对吧 那么对于死亡的定义 从不同的专专专专业角度 它定义不是很一样的 不完全一样 那么如果从化学的角度来说 对死亡能给出一个什么概念 我自己认为 所谓的死亡就是一个由多种化学物质组成的 一直在进行的复杂的化学反应体系 由于某种原因 导致一些重要的化学反应步骤突然停止 使整个化学反应体系受到毁灭性打击 这是我个人从化学的角度对死亡的理解 那么死亡所涉及的内容呢 包括考古 文武 历史 以及死亡的一些威胁 比如说战争 灾害 这方面的书籍 死亡的化学反应 有这样一本书 法医化学 化学 生经 解剖学 这都跟化学站在那边 考古 化学 干论 这本书呢没有翻译成中文 文物与化学 分子 考古学 导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是相关的 我简单找了几篇相关的论文 化学和考古 从化学到考古 文物保护中的化学问题 每年在考古学领域 他们都有一个全国的会议 现在已经开到第十一届了 叫做考古 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研讨会 每年一次 会议正式出版的论文集 这是第十一届的 这是第十一届 我们把埋藏在地下的 古生物遗体 遗物或者是遗迹 在自然条件下 经过盖化 碳化 或者规化 矿化 变成保留了它原来的形状 以及结构 或者是一些印模 这样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把它称为化石 它这个变化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一个化学变化 要不然怎么会叫化石呢 那么有这样的书 化石地球演化的证据 化石真相生命传奇 植物化石和包粉的现代分析技术等等 化学学科 以及化学自身从古到今发展的历史 那自然就是化学史吧 关于化学史的书也有很多 比如说化学史通考这本书很老了 化学简史 化学史简明教程 化学史教程 化学史人文教程 二十世纪化学史 化学史图册等等 还有化学史传世界化学史 中国化学史 中国化学史概论 中国古代化学史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 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 化学史教育的基础化学 还有中国化学学科史 中国化学文献 已经成为我们经常使用的东西 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历史资料 对吧 那么化学文献 积极查阅方法 现在化学文献 检索 是吧 各种手册 数据 是吧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历史资料 是吧 为我们的后人所使用 涉及死亡 这方面的灾害和威胁 相关的书记 看看 火灾化学导论 安全化学 突发性化学灾害 危险化学品安全 这个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是吧 危险化学品 事故处理与应急预案 不出事得已 一出事都不是小事 所以各方面的准备预案 一定要做好 危险化学事迹的中毒与救治 化学毒物的危害与控制 在危害方面 一提到核 大家也非常恐怖 有这样一本书叫核化学 它实际是用化学 和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原子核的性质 核的结构 核的转变的规律 以及核反应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的 这样一个科学 相关的书呢 有核材料化学 走出核冬天 核化学以人类生活 核化学武器 被损伤防治学实验教程 简明放射性同位数应用手册 化学损伤医学防护等等 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3月11号 日本发生里市9.0级特大地震 引发的海啸 导致12日浮岛核电站的第一第二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是吧 影响到全世界 好在目前来看 伤亡的人不是太多 但是它潜在的危害 现在没法估计 再提一个事 大家可能有点淡忘了 在1986年的4月26日 凌晨1点23分 前苏联乌克兰地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当场只死了俩人 但是它的后续非常可怕 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居住的690万 将近700万人的15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地区 那么当时参加救援工作的80多万人当中 已经有5万多人 将近6万人已经死了 上升了 有7万人成为残疾 有30多万人受到放射性伤害 已经死亡 乌克兰共有250多万人 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患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其中包括40多万的儿童 核电站周围30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 不允许 不允许 人往里面进 那么据有人估计 要完全消除这个影响啊 至少需要800年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了结 因为当年 因为当年为了救急 是用混凝土石头 给它做了一个石棺 给它封在那儿 不让它再往外放射 但是目前已经发现 这个石棺已经开始裂了 这个设计十年的封闭的石棺 已经出现裂缝 今年的四月份 国际发起捐助 因为靠乌克兰它一个国家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它一旦出事 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国际发起捐助 计划耗资七个多亿欧元 新建一个寿命达100年的钢结构的罩 再也在外边 再也在照个罩 那么防止石棺破裂 产生的污染 那么这是永久办法吗 也不是永久办法 设计是100年 100年以后怎么办 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何说完了 我们说战争 因为我国呢 在这个军事这方面呢 过去一直都属于保密状态 对吧 一般民众很难接触 所以这方面的书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看到像这书 这都是解放前的书 叫做化学战争 化学战争通论 这是公开能看得到的 被扭曲的反应是 什么呢 化学与战争 化学战死了 化学武器与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 这也是一本书 日本化学战死路 日本一气化学武器回收技术规程 处理一气化学武器 环境监测技术 及标准 这是 已销毁的日军 遗留在华化学弹 即 主要分布的图 看看主要在沿海这一点 这是已经销毁的 目前 日本一流化学武器 遍布中国的15个城 数量巨大 难以销毁 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员 和环境处于这些化学武器的严重威胁之中 有这样一本书 化学武器 以兴衰死化 原子化学 细菌武器 及其防护 制服撒人恶魔 禁止化学武器 谈判计时 禁止化学武器公业 与中国 外军核生物化学武器 及激光损伤医学防护诊弹 等等 所谓化学武器 就是以毒剂的毒害作用 杀伤有生力量的各种武器 它是一种杀伤力非常大的武器 1997年 4月29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业 在全世界正式生效 军事这方面的书 跟化学相关的比较少 因为这方面呢 过去都是保密的 那么我看到的 像军事化学 毒本 这都是很老的 那么火工品制造 这个一般人呢 可都不明白这本书是什么 这个呢 是从1997年 开始解密的 解密以后呢 才知道 所谓火工 就是军事化学 所以在1997年以前 都叫火工 高校里边 或者部队里边 专门有火工 也就是军事化学 这样的研究机构 这样的专业都有 那么97年以后 正式公开 叫军事化学 所以呢 火工跟军事化学 实际上是等同的意思 火工品实验 与测量技术 火工与烟火安全技术 是吧 高等烟火 爆炸化学技术 炸药化学以制造 从火药到激光化学 发现化学反应 还有跟这相关的 含能材料 所谓含能材料 它就含有强大的能量 也就是 换句话说 就是炸药 高临体系中的分子间相互作用 实际上它是研究什么 这个爆炸怎么产生的 如何产生强大的威力 化学兵器教程 化学兵器之研究等等 以上呢 从衣食住行 生老病史 这八个方面 罗列了与化学相关的部分中文的书籍 这些书籍的名称 绝大部分是由化学 与各个学科的相关的关键词构成的 对吧 不同程度里看到了 文史则教义 精管法军 理工农医 这十三个学科门内的生意 对吧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那么从中应该能够体会到 被称为中心科学的化学 以社会 方方面面的融合 并在许多学科学 并在许多学科领域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 从宇宇宙自然的物质世界到地球 社会生命 人类生理心理思想行为等等 是一个种类繁多 相互影响 总不停止 交错复杂 奥秘无尽 难以认识的化学反应大体系 化学反应 时时刻刻发生 在包括我们生命在内的生活周围 人类目前所能认识到的 仅限于在一定的近视条件下 影响因素不太复杂的情况下 分子相对比较简单的化学反应 对于处在如此复杂的化学反应体系中的 人类时刻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最后我们用周七凤校长的化学是你 化学是我来结束本课程讲座 化学究竟是什么 化学就是你 化学究竟是什么 化学就是我 化学究竟为什么 化学为了你 化学究竟为什么 化学为了我 父母生下的你我 是化学过程的结果 你我你我的消化系统 是化学过程的场所 记忆和思维活动 要借化学过程来描摹 即便你我的喜怒哀乐 也是化学神出鬼没 也是化学物质的神出鬼没 你我你我要温暖漂亮 化学提供医装恶 你我你我要吃足喝好 化学提供营养多多 你我要飞天探地 化学提供动力几何 即便你我的身心健康 也是化学密码的解锁 也是化学为生命密码解锁 化学你原来如此生气给力 化学难怪你不能不活 四海兄弟我们携手努力 为人类的航船奋力扬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